走 剛剛講 現在中國的問題這麼那麼嚴重 嚴重到剛剛講的 我要丟出這個問題 讓全世界兩大財經報紙來轉移焦點 因為它現在有一個最簡單的 中國現在要做一個中國大基金 中國大基金第三期 居然現在錢出問題了 而且Finalization 講完了這個所謂八卦的風話寫了之後 它又報導了一個消息 它說什麼 原本北京有所謂第三輪的大基金 大基金來說 約莫可能要超過約莫是 3000億人民幣左右的數字 折二信貸幣是1.3兆 結果沒想到要募集這個資金 它原本過去的這個大資金 要嘛就是中央出錢 央企出錢 地方政府出錢 大家一起來兜 結果沒想到現在 因為包括說像經濟環境不好 然後地方的財政 財務壓力非常大 然後企業也不支持 然後這個很多陸陸續續的企業高管被抓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第三期的這個大基金 好像募集不太順利 可能目前為止 可能沒辦法募集下去的這個狀況 那主要還有什麼原因 可是以前中國什麼都沒有 就是人多就錢多呀 對 那為什麼這樣 第一個你看 因為這個民企不敢出錢 因為民企目前為止來說 他可能 這個我萬一投資了什麼 那就後來這個 這個完全都血本無歸 所以民企不太敢投資 另外是什麼 因為前兩期的大基金裡面來說 有很多貪腐的這個狀況 那抓了一大堆人都被抓 如果再投資下去 搞不好文伯也被搞上去 所以他們都非常害怕 另外就是所謂省級地方級的這個政府 他們也不出錢 所以現在等於大家都不想要出這個錢 所以導致大基金 他原本中國是說 我這個集中力量辦大事 反而現在沒辦法有力量來辦這些事情 而且剛才講的 如果你真的連最基本的錢都沒有 對 那你的半導體 你的晶片怎麼辦呢 好不好 事實上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到前一陣子不是這個 華為的Mate 60 Pro推出來嗎 當時中國就在那邊說你看 我們已經突破了整個美國的封鎖 結果他們在925那一天的時候 他們有辦一個叫做產品發表會 那產品發表會的時候 因為這個余承東有出來 因為他們原本的Mate 60 Pro 是偷偷的就上市了嘛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那一天出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很期待喔 因為那天是925 925保健你知道什麼日子嗎 就是孟晚舟回到中國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 孟晚舟回到中國 我們在那一天發表這個產品 照理說 這個一億人在那邊觀看 就說我們要發表 我們要講這個Mate 60 Pro裡面的晶片 我們要對美國嗆瞎了 結果保健在那一天的會議裡面來說話 他就說我們這支手機 我們就這個裡面的晶片什麼 我們都沒有講 保健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很失望 第一個 如果我們看到過去這個 蘋果在介紹這個iPhone的時候 他會說我們這手機怎樣怎樣 然後他會把這個晶片把它講一輪 結果他完全沒有講 而且人家就說要講什麼 他完全都沒有任何講 他說我們今天的這個先鋒計劃的 這個產品的計劃 我們就不做介紹 就不做介紹了 你花這麼大的功夫 你做這樣的一個POMO 結果你最關鍵的產品 對 不做介紹 對 為什麼 人家就說你是不是怕說 你可能介紹太多了 美國又會把你這個鎖定 然後把你制裁 結果反正那一天最大的亮點 就是劉德華 所以他事實上整個好像完全有一點失焦的這個狀況 就不想後來我們知道美國之前雷蒙都不是說我們美國要好好研究這個手機的這個狀況嗎 就不想現在人家就說華為這支手機恐怕會賣一支賠一支 而且可能這個量產都會有問題 量產有問題 對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美國資金就把它拆解 他說原本他用所謂7奈米嘛對不對 那7奈米的這個生產效率非常低 低到什麼程度呢 他說有可能會低到什麼15%以下甚至更低 為什麼這樣 因為事實上台積電之前有做過嘛 事實上用所謂的DUV呢 去做這個所謂的10奈米以下的這個狀況 台積電有試過 台積電就是因為知道不行 所以10奈米以下他就盡量用EUV來做 那還有除了這個台積電之外 還有公司不信錢 那就是Intel 那Intel不是一直被卡關嗎 為什麼一直被卡關 他就是認為說10奈米以下我就用DUV做就可以了 結果他就是一直不用EUV 所以他被卡了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你說如果連台積電連Intel都做不了的 中芯能做嗎 所以中芯的量率應該會非常非常低 中芯因為他可能可以用過期台積電的這個經驗 他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量率恐怕是慘得可憐 所以他的這個可能是賣一支賠一支 甚至很多人就質疑說 他量產能力都會有相當大的狀況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可以解釋說 他在這整個產品會議裡面來說 我們就不要對這個產品介紹太多的這個狀況 所以劉曉事實上現在整個中國 面臨到相當科技產業面臨到一些問題 另外當然不用說嘛 這幾天大家都在講什麼 講這個取家一被帶走嘛 他已經確定被警方帶走 而且被拘留起來 被管束住 那目前為止怎麼處理他 所以我才說現在中國有非常多的事情啊 這個習近平一個頭兩個大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或許他會覺得說 秦剛或許這個問題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好 輝晨另外剛剛講到 現在水晶劍還面臨一個除了人禍之外的天災 所以你剛剛講到的 加拿大的三火居然已經跑到了格陵來 而且現在瑞典 瑞典的水災竟然橋斷掉了 是 尤其是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你會想說這件是瑞典的一個土石流 因為大雨沖刷它的路面 瑞典的 對 從來沒有這樣的情況 而且很可怕的是 它有現場的一個駕駛 它說它就開了車子 結果沒有想到土石了 整個車子被弄在土裡面 後來就聽到旁邊的另外一個車道的人 就開始在尖叫 整個路柔長寸斷 完全柔長寸斷 而且這是過往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結果他就想到說 等它後來安全著陸之後才發現 原來它整個車子已經隨著土石流 然後下沖到大概有十幾二十公尺深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想到說從來過往的 尤其是瑞典人家是北歐國家 他們工程品質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件事情讓他們想到說 天啊 那個雨量的道 有多大導致這些事情發生 然後你現在看到是什麼呢 這個太荒謬了 有一個人因為他開車開了很久 他很累 他就在路邊比較安全的地方在睡覺 睡醒了 他說怎麼轟轟轟的聲音 他整個車子被埋在土裡面 因為他睡覺當時就發生土石流 所以土石流就把他的車子埋在下面 所以後來他說他整個卡車車窗 就那台車 對 然後他說他整個卡車車窗全部都是泥巴 還好他並沒有被火埋 就是還沒有很深 但是這件事情也就是讓瑞典人 你看他在半夜的時候 他只是站在旁邊休息 沒有想到土石流 把他整個就往下衝 然後呢他車子上面全部都是泥巴 所以我們講到說類似的情況 真的可顯見 這氣候異常 連北歐國家這樣子的工程品質也難逃 這個氣候的一個榮膩 再來還有哪裡呢 就希臘 希臘我們之前提過 它的一個風暴呢 丹尼爾四 因為三週之後呢 現在又有新的一個風暴 你看那個這個河水多麼湍急 而且很可怕的是 它還夹雜的閃電 所以說整個街道都被洪水給布蓋住了 然後呢 他們現在希臘政府 特別是宣告 這幾週其實氣候異常的情況 非常的頻繁發生 叫大家不要隨便移動 你看這個車子 都被衝到旁邊去 他們其實呢 這個希臘的 因為他們都是跳島 所以他們那個船非常大 很多人是其實開著車 然後上了船之後 到了另外一個島 繼續開車旅遊 他現在其實你想說你千萬不要再 不斷地去跳島 因為其實很危險 尤其你看那個河水 這麼樣的湍急的情況 還有呢 這暴風雨加達那個閃電 然後河流整個就是也是 你以為它是河流 事實上是水面 所以一樣都是乾床趁斷 然後呢 新的一個暴風 也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冰暴的 一個情況發生 所以呢 剛剛提到了希臘也是這樣 而且希臘要記得 我們之前這個冰暴的現象 我們之前提過那個希臘的丹尼爾 他思維整個西洋 長達兩到三周 就好不容易過了 現在又有新的 另外還哪裡呢 就東歐 現在你看到的是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這個國家呢 其實他在那個 他的西南布町區 靠近黑海 Constanta那個 其實旅遊的一個度假勝地 沒有想到 現在整個地下道裡面 全部都是積滿了河水 所以那個車子在裡面 卡住 沒有辦法出來 有的甚至是他家裡 也都用淹水的狀況 這在過往來講 其實也很少見 他們說這個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暴風雨 我們接到相關的警報不到五分鐘 馬上就龍捲風來了 根本來不及反應 就有這樣的巨響 所以這種類似情況 真的是貧窮不斷的發生 再來你剛提到的隔離 這發生什麼事 這很荒謬 他們就說現在 因為我們都知道加拿大之前的大火 加拿大整個統計下來 其實大概有一千起的一個大火 這就是之前加拿大 他們說到目前為止 還有六成的火 都沒有完全撲滅 加拿大的火還在 對 就你知道 你現在看到是哪裡 格林蘭 沒有想到加拿大的那一種霧 就火有沒有 就是那個燒 然後塵埃 霧 黑煙 就這樣子 隨著它那個氣流 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到了格林蘭 所以這明明是白天 看起來跟晚上一模一樣 你說這個是本來是格林蘭的白天 變黑夜了 變黑夜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這個完全就是因為 之前就是加拿大的那個火 大火 而且現在已經一年之內 發生千起大火 他們就想到說 今年加拿大所排放出來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往年的三倍高達20億噸 所以竟然連格林蘭 都看起來像世界末日景象 在六星期之外 一起閉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